记者张义成宜兰报道,宜兰建立慈兴华德福教育实验高中市公办民营学校,也是全国实验教育著名案例,立法院教育与文化委员会今天与教育部到校考察,而学校近年学生人数暴增,出现校舍不足问题,家长希望早日增建校舍,还有家长提议,在招生时让10%家长由学校挑选, 但国教署回应指出,公办民营人士公立学校,需符合公平正义,超出人数有其他机制可以运作,这项学校选家长建议,心同被教育部打枪。 目前华德福有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一至十二年级共招收34班,学生人数超过900人,班班达28人满招,还有300多名学生排队等候入学。 立法院教育与文化委员会赵伟成学生立伟陈欧珀、江乃欣,今天与教育部长次临腾交,国教署副署长许丽娟等人,赴慈欣华德福实验学校视察。 但有家长提及,华德福现在已涉及宜兰县舍优先入学,是否可以限制人数以免出现校舍不足问题。 另外,校内名额有10%是由学校挑选家长。 他举例,美国长春腾民校,家长捐款学生就能入学。 对学校来说,也多一笔经费可自由运用,这对公办命运学校来说是好事。 不过,陈学胜说,学生社经背景不一样,好坏不定。 若有10%是飘进来的,恐会出现我们是贵族的响。 法国教署副署长许丽娟回应,华德福必进属公立学校,为求公平正义,有义务的学区学童负责,若招生人数超量都有机制可以参考解决。 慈欣华德福高中执行长林施明也说,学校强调入学公平性,不管有钱,没钱,都希望所有孩子受到完善照顾。 此外,有家长提及校舍不足,兴建经费却苦无着落等问题。 林滕嘉说,学校提出增建国中教室部分,国教署已补助规划费,后面兴建经费等规划完后,会再请县府提报,教育部会给予支持。